每个黄金粥堵肯定是使用比较频繁的字眼 今年更是让人感受深刻 而长假中重大交通事故更是频频触痛着公众的神经 就在今天中午轻盈高速资博段发生了客车测翻事故 导致13人死亡9人重伤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假当中发生的多起重大交通事故 10月1号上午8点30分 在金金堂高速下行54公里处 一辆由北京中国青年旅行社组织 载有德基旅客的北京牌照中型旅行车 与前方一辆河南牌照的大型集装箱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致使中巴车起火造成6死14伤 10月2号上午10点55分左右 宁通高速江都正义服务区东一公里处 一辆从苏州开出 载有50人的大客车突然失控撞上护栏 发生了翻车事故 38名受伤乘客被送往医院治疗 其中一名女乘客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10月5号凌晨0点25分左右 经港澳高速韶关乳元段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9辆汽车连环相撞 当场致7人死亡3人受伤 经警方出步调查 事发时驾驶员刘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 已因制动失灵 先后碰撞停在高速公路的6辆小客车和2辆大货车 强烈的碰撞导致重型半挂牵引车 与最先撞上的小货车均着火燃烧 而长假期间因高速免费大量车流上路 更引发了众多车主违法开车现象 造成小事故频发 10月5号下午一点多 银通高速一争断这起车祸 竟源于车主开车时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了 现在睡着一点 我打算没怎么睡好